好,那这个习题呢,原则上我们希望各位学会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封装 怎么样子把阵列物件封装好 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希望各位能够学会继承 所以有堆叠和向量这两个东西去继承阵列 那我们在这里题目里面其实没有让各位去实作多形 但是其实你可以写一个很简单的多形测试程式 就是把阵列堆叠和向量呢,全部放在一个阵列里面 然后呢,去呼叫里面的,比如说append函数 但是这个append并没有多形 因为它只有一个 可是如果要测试多形的话 可能还得新增一个大家都有的函数 这样子才有办法测试多形 但是其实多形的概念可能对各位来讲还不是很熟悉 所以我们今天实作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会顺便来加个多形的函数给大家看 那像那个转为字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多形函数 或者是复制物件 那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多形函数 那我们就把VGIS Studio给打开 那物件导向这个概念呢 在很多的系、科系或者是资工 特别是资工系 他们会开一整学期的物件导向程式设计 但是我们的课程没有这样子规划 因为第一个就是之前教C元 会发现说一学期教起来 大家学得不是很好 所以呢 后来就把C元扩充成两学期 然后呢 原本是一学期C元 一学期物件导向的 就改成两学期都是C元 那这可能对各位来讲会变成说是 在物件导向上面不熟悉 所以我们会在视窗这门课上面去补 补这一块 让各位比较熟悉一点 那所以我现在先建立一个主控台应用程式 那有了这个应用程式之后呢 不需要的函式库我就先杀掉了 那这个namespace其实是可以改的 那目前我们还不需要改 namespace我给他一个好了 我这个namespace就叫做collection collection有时候会冲到 container 算了 用我的名字好了 ccc. 它是可以 可以有多层的 好 接下来呢 class 这个class叫program 其实ok 因为它拿来当我们组成室 接下来我就去宣告一个 阵列的 类别 好 那这个阵列的类别里面呢 我们希望储存什么东西 以这个例子而言 我们其实希望你储存的是double的阵列 浮点数的阵列 而且是双精度浮点数 所以我们就这样写double 那请注意c的那个c-sharp的那个阵列的括号 必须挂在这个形态的后面 好 接下来呢 我假设这个东西我就叫做a好了 好 好 这样子 名字比较短 存取起来 好 比较方便一点 好 接下来呢 嗯 我们就可以写一个 这个阵列的建构函数 好 那要写建构函数之前呢 OK 我们就 一定要名字跟它一样 好 这个才能够称为建构函数 因为它的运作机制会不太相同 那名字一定要跟它一样 好 那不用传回值 因为 不用传回形态 因为它的建构函数 其实传回的就是这个array的形态 那 这个阵列呢 我希望说 它可以把某个阵列传进去 那所以呢 我就叫pa好了 就是a的 或者是p都可以 参数 那 接下来呢 我就让a等于pa 好 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 它就会设定成就是那个阵列 可是这样做也有个缺点 有个缺点就是说 万一我pa改了 a里面你会改 好 那这样子的缺点 待会我们再 来解决好了 好 那 暂时先这样做 好 另外一个是 其实如果你不想要这样做的话 你可以复制 你用new 然后跟 让它长度跟pa一样大 我还是用new好了 我用new new 然后呢 double 然后让它的长度呢 就是pa.length ok 这样子的话呢 我再把它复制进去 我应该有更快的复制方法 只是我们老老实实的做而已 好 如果利用既有的函式库 应该可以更快的复制 好 这样子我就把它复制进去 这样就 就即使pa改变了 那未来a也不会受影响 好 好 那我们宣告它的建构函数 就是这样就宣告完 那第二个是 其实我们在这一题里面 没有出的很完整 就是比如说像这个 append新增到尾端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 怎么写append 好 我append的一个double 比如说叫t 好 那我append的这个double 进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那我这里a就全部塞满了 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话 我a既然全部塞满了 我怎么append的呢 ok 所以 这种方式不是完全很有弹性 那变成说我每次多塞一个进去的时候 我就得把这个阵列再扩大一遍 这样会造成速度上的一些瓶颈 所以比较好的方式是 我们不要 怎么讲 就是说 不要把这个东西呢 变成是固定的 就是我另外再计一个size 我另外计一个size 然后我去分配的时候呢 我就直接 在这里传size进去 这一个办法 另外一个是 我们初始化函数呢 可以修改一下 那我另外再增加一个建构函数好了 建构函数不一定只能有一个 它可以 可以有同名意识 就是说它可以有很多个建构函数 那 因为你呼叫的参数不同 所以建构函数的 它知道要呼叫哪一个 不会搞混 那只要你形态不同 就不会搞混 所以我在这边我干脆就是用这个好了 size 我让它分配起来 但是呢 既然有了这样一个size之后 问你来了 我这个A里面到底有几个 A里面到底有几个 其实这里用size 好了 就用size 那其实 我们还可以再放一个count 比如说 好 那这时候呢 我就 就 OK 一开始count都是零 好 那这时候我要append的时候 我就直接插进去 但是我要检查一下 我要检查一下 暂时我先做错误检查 我假设它是对的 但是这样其实是会有一点点 可能会有一点点小bug 好 我现在呢 让Acount++等于T 那各位可能 如果对C语言没有很熟的话 你看会看这个count++会觉得 很碍眼 那我也可以这样写了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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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等于T 然后count再加加 这样分两步虽然比较慢一点 但是各位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 就是我先把它设成 把T塞到Acount里面 那这个count我们预计就是说 它是指在这个阵列的目前 已经有塞东西的最后一个 就是下一个可以塞东西的位置 然后呢 再让它加1 就是下一个可以塞东西的位置 那一开始下一个可以塞东西的位置 从0开始塞 那一直塞到 塞到整个阵列满了 那就会产生一些错误 那我们顺便 待会还可以利用这个范例来 来讲解刚好今天 所要讲的一个重点主题 就是错误处理 OK 那我这样子我就把Pand写好了 我们写好之后呢 我们要测试 要测试 你任何程式请注意哦 在 不管各位未来是出去工作 或是怎么样 你只要写程式 比如说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的写程式呢 一般来讲不会说 主管要求你写程式 然后你就写好了 然后就交回给主管 然后隔天你就被P的 P的满头包 为什么 因为你不能把你的程式 从来没测试过 然后就交回给主管 那这是一个 这会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状况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当然要测试 那这种测试 就叫做单元测试 单元测试 我现在呢 一开始我 我这个阵列我设100 这样子就不会很小 但是我设10就好了 100 我待会如果要示范 故意让它存取的很 超过就很难示范了 我设10 那这个叫做A 不要叫这还是打复杂一点 好 这样子我们 就A1 好 那这样子我们就建立好这个阵列了 那我们就开始来编译执行看看 好 我建置方案 好 那你会发现说 OK 它掀盖了一个size 但是没有用到 所以其实这个size不用 因为为什么呢 我其实只要存取A.lens 我就知道它的size是多少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 不需要再计一个size 因为它是物件导向的 本来就有一个lens存在 好 这样子我们的程式就好了 那这样有个问题 请问我的程式到底 能不能正确执行 所以我要测试 所以呢 我就随便 A1.append append一个多少 append一个 比如说3.14159好了 先让我append一个拍进去 那这样再append append一个2.71828好了 这个是 这个是自然数的1 自然对数的1 好 那我把这两个pend进去了 那我开始执行 好 执行 那这里你会看到 执行完了 什么都没输出 这样我怎么知道 我执行的 对还是错 我可以用这个区域变数来看 我可以用这个区域变数来看 这里你可以看到 哇 A Ridual Studio这个好处 对 就是 我就算不印出来 我也可以看 那有现在有不少的比较高阶的开发工具 它可以这样做 就是 我就算没有印出来 我还是可以在中间输入那个变数去观察 其实 C元也有一个叫 如果你用GCC的话 里面有一个GDB 或者是你用 DefC++ 其实里面也有类似这样的功能 那所以你可以直接看 但是 一般来讲 即使可以直接看 我们也常常会 最后还是会写一个 让它印出来的函数 做Log之类的 你会发现 你程式写大的时候 如果你依靠这种 一直在那边观察变数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它反而比较慢 不会比较快 为什么 因为 你程式写大的时候 你那个除错要自动化 除错自动化 我就必须要等于是 写另外一个程式去测试这个程式 检查它的输出到底对不对 这样就全自动化了 那如果你 你没有这样做的话 你变成每次都要靠能力 那是浪费能力的一种行为 OK 那现在这样子 我们就 就大致上 OK 可以看到我们新增append进去的结果 确实有进去 确实有进去 好 那我这个append 我们就算做完了 那 只是其实我们花 在做append的时间反而比较少 我花在做建构函数的时间反而很多 那而且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这个建构函数 其实 宣告了没用到 暂时不管它 因为我本来觉得 哎 建构函数可能直接传正列进去好 后来想一想 还是传大小进去就好 好 但是呢 这个之后你就会发现在向量的时候或许它会蛮好用 那我们再稍微 好 把这个程式停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宣告堆叠 好 刚刚这个append已经做完 有建构函数了嘛 传入浮点阵列 就是刚刚那个浮点阵列 我们没有用到它就是了 那接下来呢 有append 好 接下来就要做 实作这个stack 好 堆叠 堆叠必须要 push和 pop 的这些函数 所以呢 我就宣告 宣告一个堆叠 好 那请注意一点就是 我们现在的堆叠呢 我们希望你去继承array 不然的话 我们就没有运用到 物件导向里面的继承机制 那我们可以 设计这题就是 希望你去继承array 然后 已经array有的 我就可以直接用 这物件导向里面 其实它最重要的精神 就是要重用 我重用上一层的人 已经写过的东西 我就不用再写 好 所以呢 我一样 我得先写个建构函数 那这个建构函数呢 这个堆叠 我还是一样 传个size进去 好 那这时候呢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怎么呼叫 上一层的建构函数 我怎么呼叫上一层的建构函数 来我们稍微 稍微搜寻一下 C-sharp Base 这个东西的用法 就是呼叫它的基底类别 好 那它怎么说呢 你看一下 这里 Base 来找一下 OK 它这里有写说 Base.getInfo 有没有 好 那就是呼叫上一层的 getInfo函数 所以Base是指上一层的 那一个物件 就是你的副物件 那这边再看 好 这边 你有没有看到 当我在 如果我呼叫的 不是上一层的 的一般函数 而是上一层的建构函数的时候 我必须要写在这个两点后面 好 那这是C-sharp的语法规定 那 像Java就 就没有这样规定 不用写在两点后面 直接写在里面就可以了 但是Sharp的语法规定比较奇怪 它需要写在这两点后面 如果是建构函数 那我们就得照这个方式 所以呢 我就 呼叫 你有没有看到 当我打下去这个的时候 它其实就自动知道说 我想要 运用的是建构函数 那 里面呢 OK 它会找出你 你的 可能的 用的函数 那我就用BaseSize 我这样就不用再去 做一次 就是 就是重做一次 什么New啊 之类的那些动作 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Stake要有 重点要有 那个Push 按Pub 对不对 那 Push 我就是把一个 东西推进去 好 好 那 这里 我有没有办法重用上一层的东西 有啊 Push不就是Apple的吧 其实一模一样啊 功能一模一样 就是从最后把它 再塞进去嘛 所以Push其实就是Apple的 所以我根本就不用写 好 就这样 就好了 那问题是Pub就 就上面没有了 那Pub我应该把它 拿出来 那拿谁出来呢 我应该把 我应该把 最上面的那个拿出来 问题是最上面是谁 最上面是谁 最上面 你想想看哦 我们现在Count 其实是指在最后的 空的那一个 不是有的那个 就是说 已经塞过的 后面那一个 那所以我要先把它 减回来之后呢 我再去取得 才会取得有的那个 对不对 所以我应该是先减 在Pub上面 我应该先把Count 减一 然后呢 我再去Return Return什么 ReturnA ReturnACount 因为A就是我们 那个阵列的内容 好 我先减一 那就会回到有的那个 然后再把有的传回去 那这样也达到了 让 让它少一个的功能 然后而且也传回了 所以Pub 应该这样做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觉得这样 太冗长的话 你可以把简简 直接写在这个 括号里面 也可以 但是为了清楚一点 我们不要这样写 好 那这样子 我的堆叠 也就做完了 所以我就可以来 宣告一个堆叠 试试看 宣告一个堆叠 S1 我一样可以宣告个堆叠 然后呢 我副价的10万点 Push 我一样 Push 我这边其实 可以宣告一下 好了 我宣告个Pi 等于3.14159 好 再 先告个1等于2.71828 这样就不用每次都在写那么多的 Pi 按1了 对 我按到incert 好 好 OK 那这样子 我一样 我Push一个Pi进去 好 那我再Push一个 1进去 好 这时候呢 我如果呼叫 因为我要做单元测试 我每个函数都要测试到 我如果呼叫Pub 它应该会Pub出什么 我这个叫T好了 S好了 那我们来Print一下 不是用PrintF 好 我直接Print PrintX等1 好 我们来看一下S是多少 当然我也可以用 用Visual Studio的观察方式 那OK 这样子 我们会发现说 哦 有错 什么错呢 他说Count无法存取 那为什么 他说保护层级 导致无法对其进行存取 有没有想到什么事情 OK 因为预设是私有的 所以呢 我如果希望说这些可以给下一层存取的话 我必须要在前面加上Pubrick 好 所以我应该在前面加上Pubrick 好 那我们再建置一次 好 这样子 OK 成功 好 那我们就可以来执行看看 好 执行看看 哇 今天风这么大 好 OK 好 执行看看 最后呢 S等于2.71828 OK 所以我们的Pub看起来是正常的 因为它最后一个被推进去的 会先被Pub出来 其实哦 各位可能如果在学资料结构 你可能会 会 哦 老师有教你说哦 我们堆叠要用链结串列去做 对 但是事实上呢 堆叠不一定要用链结串列做 堆叠也可以用正列做 哦 像我们现在就这样做 呃 用链结串列做有好处也有缺点 同样用正列做有好处也有缺点 各位能告诉我链结串列做的好处和缺点是什么吗 练结串列做的审空间 好 还有呢 新增节点方便 OK 好 还有没有来有其他答案 好 我说一下我的看法好了哦 第一个审空间 我觉得 其实 不见的审空间 为什么呢 因为链结串列都要有一个link栏位 所以他其实反而花了多一倍的空间 如果他只是单纯存一个double 或者一个float的话 他反而多了一个栏位 呃 这里会花一些空间 但是他省到的是什么 他省到的是说 我不用一开始就宣告一个大阵列 哦 那这确实是他省到 我不用一开始就宣告一个大阵列 而且 一般来讲 我也不知道这个堆叠到底会推入 最多多少个东西 那那一链结串列他本身的结构就跟那个你到底放几个进去呢 啊就是你放几个他才会宣告几个 所以这时候空间是精准的 但是如果你是用阵列存取的话 你会像我这样一开始就分配10或之类的 那不够的时候你可能会再让他自动增大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在某个时点 某个时点 他整块的空间呢 他整块的空间呢 必须要被释放掉 然后再去取得一个块更大的空间 那这会浪费一点时间和空间 但是好处是他的存取很方便 所以一般来讲哦 对于堆叠而言 我会倾向于使用阵列 而不是使用链结串列去处理 OK 当然用链结串列有他的好处 你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也不少 OK 那各位应该在学资料结构 除了阵列堆叠 链结串列 应该还会学到像二元素啊之类的 那之后你会学二元素 其实你会发现说 二元素在某些地方是有用的 可是另外还有一个 要请各位更注意的是 杂凑表 其实往往它被用的时间 会比二元素还要多 OK 杂凑表 那杂凑表是一种速度很快的表格 它是用杂凑函数 然后直接去取得那个位置 然后就马上把它取出来 这个就在每一个 每一个需要容器的程式 几乎都会用到 那 只是稍微提醒各位一下 不要忽略杂凑表 杂凑表非常重要非常有用 好 那回过头来 我们已经有阵列了 有堆叠了 两个物件看起来都运作正常了 我们第三个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第三个要做的是 这一个 我们第三个要做的是向量vector 那必须要有两向量相加 还有两向量内积 还有负向量 还有相减 OK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当然就是一样哦 我得宣告一个向量 好 宣告了一个向量 当然我也得宣告它的建构函数 好 那这个向量的建构函数呢 其实用size不见得很好 因为你一开始建构的时候 你通常就会希望把纸直接传进去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 刚刚那个array里面没用到的 那个建构函数 好 我这个 OK A 等一 我们直接呼叫 那个没用到的建构函数 Base 然后呢 把PA传进去 OK 好 这样子我们这个建构函数 大致上线写完 其实没有内容 对不对 因为就是直接用上面已经定义了 那个建构函数 那接下来 向量要有加 所以我要写一个加 好 那向量和向量加起来是什么 还是向量 所以我要让它加起来 还是一个向量 这里呢 加另外一个向量 叫V2 好 V2就是另外一个V 另外一个向量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有个问题了 我现在这个 这个向量它的 内容阵列 其实已经在这里传进来 也就是说 其实透过这个 呼叫上一层的 呼叫上一层的 这一个 这一个 函数 就已经建构好了 好 那这时候呢 我如果要让它 跟另外一个向量做相加 那我得要 我得要有几种设计方式 我先说明一下 这几种设计方式 第一种是 我让这两个向量呢 就是我自己这个 还有另外这个V2 两个加起来变成第三个向量 OK 传回来 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是 我把自己的每一个元素 跟这个V2做相加 然后直接存在我自己里面 OK 那你觉得哪一种会比较好呢 其实 要看你后续啊 你会做加 会做减 会做成 那 应该没有除 我向量没有除法 所以加减成 那 我到底 应该怎么做比较好 好 我这里我想 我采用一个就是 就是 就是直接 直接加的 可能会简单一点 那 所以呢 我先用直接加的好了 小于 小于什么呢 小于这个 叫A点Lens 我直接加 也就是说 我把自己的这个A的词 等于A的词 加V2.A 我让它变这样 来 试一试 各位就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了 就是我让它呢 去加另外一个向量 那我们要测试啊 测试这个函数了 所以又回来了 我们要测试 那这里呢 我就先弄 Void好了 因为我既然是用自己 去跟对方相交 我就不需要传位啦 所以呢 我就用简单的写法 好 那这样子 我们就测试一下 没写一个函数 习惯就测试一下 好 那这里 我可以直接传那个 那个阵列进去 所以 我这边宣告一个好了 Double Double A 等于 NU 然后呢 这个A 1.0 2.0 3.0 好 就这样好了 NU A 好 我们来 先确定一下 语法证券 好 这里它说 UGET 不包含 一个 使用 一眼数的 欠购函数 这里有个问题 各位看得出来 我的程式错在哪里吗 跟继承有关 原因是我没有继承吗 有没有知道 我根本就没有继承 有没有 我这里有写两点的Rate 这是继承 我这边没有写两点的Rate 所以没有继承 所以就没有办法用 所以我要写两点的Rate 这样才有继承 好 再来一次 OK 成功 好 所以这样就没有错 那这样子我就建立了一个V 我们 我们再建立一个V2 好 那我这里就写一个B好了 好 就倒过来好了 321 好 OK 好 那这时候呢 我就这边 就B 好 我要让V1跟V2相加 而且加完的结果就直接放在V1里面 所以V1会改 V1会改 好 坚持一下 好 有没有看到 OK 那这样子看起来是正常的 那我们就执行一下吧 执行到这边我怎么知道 有没有问题呢 那我们得看里面的区域变数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的V1现在是多少 你看到它Bass里面有个A A是多少呢 A变成444 看到吗 444 1加34嘛 2加24嘛 3加14嘛 所以444没有错 OK 那V2是多少 V2没有变嘛 V2就是一开始原本的值 所以V2是多少 321 OK 321 没错 OK 所以我们的加法看起来是对的 好 那接下来就要做减法啦 减法 好 做减法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 好几个函数 我们上礼拜要求各位来看一下 有内积 还有负向量 还有 sab 减法 这里会有个问题 如果我今天呢要 把一个向量转成它的负向量 我可以把自己转成负的 这也是一个办法 或者是 我让它输入一个 然后我建立一个新的 那个新的刚好是这个新的的负向量 那我们这里是 既然用了自己 做加法的话 那我做负向量的时候 就把自己转成负的就好了 就是把自己转成负的 所以我这边的负向量呢 就这样做 而且 不用参数 对不对 因为自己转成负的就好了 所以呢 我这个 等于 负1 乘以AI 好 这样就把自己转成负的 OK 好 这样我的负向量就做完 那另外我要做减法 做减法 减法 减法 好 如果我要做减法 是减掉另外一个向量 V2 那这时候呢 AI等于 AI 减掉 V2.AI 这样做减法就做完 那接下来我要做 里面算是 比较 稍微复杂一点点的内积 对不对 内积 好 我这一个要跟另外一个做内积 那内积传回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内积传回的是一个 一个数 请注意 内积传回的是一个 一个 时数而已 好 那在电脑里面就用 浮点数 所以我们这边一开始内积呢 等于0.0 应该不是用ind 用double 好 一开始内积是0.0 然后呢 我每次就把 这个跟它相乘的结果加到 加到 这一个累积总和里面 好 这个累积总和里面 好 OK 这样子传回来 应该就是内积了 好 所以现在我们的内积 加法减法 或者是负 负 也做完 好 所以呢 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刚刚那几个函数 没测试到的 v1 点 sub v2 这时候应该回到原状 对吧 因为我加了v2 又减了v2 所以v1应该回到原状 好 那 接下来v1 点 neg 好 这时候呢 会变成 负1 负2 负3 OK 负1 负2 负3 再来呢 v1 点 in 然后呢 v2 这时候又怎么样 负1 负2 负3 跟3 2 1 做内积 所以最后呢 是 3 4 3 4 3 而且都是负的 好 所以是 负10 应该是负10 好 随便叫一个数好了 f 好 那这时候呢 就可以 印出f 内积 其实不用 我觉得这样反而不清楚 根本就不需要用变数去接他直接运出来就好了 好 好 就这样 好 好 建置一下 好 OK 现在说他有一个相同名称 我为什么写了两个 我刚可能复制了一次是不是 然后呢 没有把它删掉 对 我多复制了一次 没有把它删掉 所以写了两个 好 OK 这样子 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 好 执行一下吧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得到的 你会看到 V1最后到底是多少 负1负2负3 好像跟我们预期的是 一样 那V2呢 当然没有变嘛 从头到尾都不干V2的事 所以 321 OK 也没错 那问题是他传回来的 这一个 内积是多少呢 不死 也没错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整个程式写完 而且测试完了 好 也就是我们做了阵列 做了堆叠 然后呢 做了 就是 就是 这个 V1 V2 的 向量 然后向量的做加法 减法 然后呢 取负 然后内积 OK 都做完 那 但是我们 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去运用多行 那我想先暂时先不急着运用多行 我们把这个程式贴上去 好 让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直接公布这个的解答 好 那这个解答程式我们贴上去 所以各位只要一样看那个作业的网址就可以 那请各位去看一下 然后呢 执行一次 然后确认你对我们到底在写什么都很清楚 那我们这一堂课 大概 大概就可以先休息一下 好 那各位可以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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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